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加企业196场发布会 22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 足见2024北京车展的规模之大 一正难求的媒体证 展商证也是彰显了行业上下 对此次车展空前的热情和重视 其中比亚迪汽车更是备受关注 在车展上展出6款全新车型 展现出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创新实力和市场布局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您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扩别四年 汽车产业早已今非昔比 2024北京车展自然也与以往大不相同 电动化 智能化早已深深扎根在了美加车企心中 因为每个展台的必备项目 欲战欲勇的国产品牌也是占据了半壁江山 逐渐引领行业潮流 车企大佬们也是纷纷上线造势 卷流量已成日常 纵览整个车展燃油车的落寞再度上演 新能源汽车无疑成为了本届车展当之无愧的主角 据了解2024北京车展全球首发车共117台 其中跨国公司全球首发车30台 概念车41台 新能源车型278台 增程式 插电混动 纯电动 氢燃料电池汽车等各类新能源汽车 也是百花齐放 昭告着新能源时代的到来 要说现在最火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是哪家 比亚迪第二 谁还敢说第一呢 毕竟销量确实遥遥领先 在北京车展上 比亚迪展台更是高调的挂出了 新能源汽车世界冠军的新横幅 不得不说 人家比亚迪确实是对得起这个称号 再看看人家比亚迪现场的人气 到处都是人人人 颇有一种春运的感觉 展台周围被围的水泄不通不说 还吸引了众多外国代表团驻足参观 如韩国代表团在参观比亚迪海报试车时 全神贯注目不转睛的看着海报 画面好像都静止了 日本皮齿布也是不感人厚 把比亚迪海报团团围住 更有甚者还认真研究起了座椅缝线 小编想问一句 这是连缝线的间隔宽度多少毫米都不放过吗 此外 雷军也是空降了比亚迪展台 简直是流量界的王炸组合 比亚迪加上王船服 小米碰上比亚迪 这北京车展的顶流位置非他们莫属了吧 雷军在现场也是直言不讳道 性能报表的鲍舞绝对能成为大热门 这话没毛病 毕竟鲍舞的销量确实是火的不行 但说到底 车子得真材实料 产品牛才是硬道理 大家说对不对 比亚迪也是火力全开 带来了多款重磅新车 首当其冲的就是比亚迪秦艾尔 这款新车的实车图已经多次亮相 相比秦plus定位更高 尺寸更大 秦艾尔采用了溜备式风格设计 时尚而不失稳重 内饰方面也进行了升级 让人仿佛置身于比亚迪汉的豪华氛围之中 新车还搭载了最新的第五代DMI技术 不过在现场并没有公布它的实际百公里油耗 估计是想卖个关子 让大家自己测吧 价格同样没有公布 掉足了胃口 紧随其后的就是海豹06DMI 这款车型作为驱逐舰05的替代车型 同样搭载了最新的DMI技术 海豹06的内外式造型采用海洋网家族式风格 比秦艾尔更加时尚 综合续航有望达2000公里 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高效的出行体验 海洋网首款纯电列装SUV 海狮07也在车展上亮相 这款车型与王朝网宋瓦奥风格颇为相似 但在智能化配置上有所升级 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除此之外 海洋网全新概念车Ocean M 也迎来全球首发亮相 作为行业内的首款后驱纯电的钢炮车型 其拥有全新进阶的美学设计 并搭载了全新的纯电平台 是专注新能源汽车推广和普及的比亚迪海洋网的又一例座 高阶智能辅助驾驶能力 据悉新车将于年终正式上市 除了以上的新车 仰望U8越野版 仰望U9 仰望U7 新款腾士N7等比亚迪 今年上市的新车也悉数登场 不过截至小编发稿 外界传闻已久的 Song LDMI版本和比亚迪皮卡等车型 还没有公开信息报道 小编届时也将持续关注 总之2024年北京车展将成为比亚迪汽车 展示创新实力和市场布局的重要舞台 展现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领先地位和前瞻思维 在关注北京车展之余 小编也关注到了一则比亚迪最大竞争对手 特斯拉的最新消息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小编之前做过一期 关于特斯拉销量下降大量裁员的影片 没看过的也不耽误 因为小编关注到的消息是 在一季度销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 特斯拉的股价竟然不跌反涨 这是怎么一回事 美国当地时间4月23日 特斯拉盘后公布财报显示 公司2024年一季度营业收入为213.01亿美元 同比下滑8.7% 略低于分析师预期的223亿美元 归属于普通股东的净利润为11.29亿美元 同比大跌55% 低于分析师预期的18.1亿美元 从整体来看 特斯拉的一季度业绩低于预期 营收和利润的下降 使得营业利润率大幅收窄 从去年同期的11.4%降至5.5% 调整后每股收益为0.45美元 低于华尔街预期的0.52美元 不过毛利率为17.4% 略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6.5% 在销量方面 特斯拉一季度全球销量为38.68万辆 同比下滑8.3% 环比下降20.1% 大幅低于外界预期的43万辆左右 这也是自2020年以来 特斯拉交付量首次出现季度同比下滑 有特斯拉高管表示 特斯拉正处于两波增长浪潮之间 第一波增长浪潮尤其广受欢迎的 Model Y和Model 3汽车推动 下一波增长浪潮则伴随着 自动驾驶的进步和新一代汽车的推出 在讨论了一季度的运营挑战 包括鸿海危机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后 马斯克在电话会议上表示 我们认为二季度会好的多 另外马斯克还强调 由于许多汽车制造商 优先发展混合动力车 而不是电动汽车 全球电动汽车销量持续承压 虽然许多公司都在缩减投资 但我们仍在为未来的增长进行投资 除了降价外 在产品方面 特斯拉称 以更新其未来的车型阵容 以加快推出新车型 包括更平价的车型 前不久 路透社知情人士消息独家爆料称 在与中国电动汽车的激烈竞争中 特斯拉已取消低价车型Model 2的生产计划 转而全力以赴开发自动驾驶出租车 虽然马斯克很快就在社交平台上发声 否认了路透社的报道 但并未能扭转特斯拉的跌势 直到财报发布前 特斯拉股价已连跌数日 2024年以来 股价累计跌幅超40% 在电话会议上 马斯克表示 计划今年年底或2025年初开始生产新车型 其中包括更低价的电动汽车 早于此前计划的2025年下半年 这一消息也是极大安抚了投资者 推动了特斯拉股价盘后大涨 除了这一方面 特斯拉股价涨的原因 小编觉得 是因为马斯克强调了 特斯拉是一家AI公司 并不是一家汽车公司 目前特斯拉正全面加大 对人工智能及自动驾驶的投入 马斯克表示 到今年年底 特斯拉将拥有8.5万颗英伟达 H100GPU 用于训练人工智能 对于自动驾驶 马斯克也是明确表达了决心 即使外行人明天绑架了我 特斯拉也要解决掉 自动驾驶问题 按计划 特斯拉将于2024年8月8日 发布Robotaxi 马斯克还证实 特斯拉正在与一家车企 讨论FSD授权许可的事宜 特斯拉计划向其他车企 提供其自动驾驶车载 计算机和摄像头 并授权其使用软件 可以看出 通过低价电动汽车 自动驾驶 人工智能等 特斯拉正在重构业务版图 从2019年到现在 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段 很长的繁荣时期 马斯克表示 现在是时候重构公司 以实现下一阶段的增长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怎么看待 特斯拉股价不跌反涨这件事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那我们下期节目开